有关《释迦哲理是什么》这本书 有很多的证据证明 十四世纪中有一段时期 佛教是马来西亚主要的宗教之一 本世纪佛教来到这一个国家 则是靠着中国人、石兰人 和泰国移民他们的力量 今天伊斯兰虽然是国教 其他宗教还是自由地收持住 这方面我们非常感谢政府对宗教的宽大的容忍 我们希望和祝土 这个宗教自由和宗教的融洽 能够普及于全国 以至每一个人都能够和平地生活 并为这一个国家而服务 据估计 马来西亚差不多有三百万佛教徒 然而 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 领导和了解 这个宗教的修持 因而没有凝聚力和团结力 由于没有适当的合作领导 其意的修持相当的盛行 很多人利用这种情况 而将佛教商业化 以图利己 他们介绍各式各样的迷信 误导无知的信徒 这样使得我们的宗教 羞辞 为有色之事所耻笑 所有这些 都是由于人们对佛陀所教导的 崇高教义缺少认识 真正讽刺的是 有些人自称是这些宗教的领导人 他们却不认识 这个宗教的基本原理 他们不了解宗教代表什么 他们忽视了 导师的崇高的教理 却又盲目地引进了很多 没有根据的信仰 和不符合缘起法则的传统 不幸的是 一些所谓的有色之事 也都想利用人类感情的弱点 介绍某些 没有意义的羞辞 他们所以这样做 是有其秘而不孙的动机 实在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以至有很多羞辞 都与佛陀的基本教义有一大距离 实在不是在服务佛教 而是在制造更多的混淆 挂着佛教名义 却从事不正确修持 此徒然朝野批评和轻视佛教 很多信佛者就因此被拉走 转变成他们的信徒 种种不当的修持 还造成佛教徒 以身为佛教徒为此 他们修于自称佛教徒 这些令人悲伤的状况 实由一些无知和自私的宗教工作者所带来 这些人有时为了个人的利益 有时为了某些说不出的动机 有些则由于无知 有些带有不正意图的人 为了得到扶咒和被邪 而以金钱引有和尚们 不幸地我们有些和尚们 也有人性的弱点 受不了誘惑 不知不觉地成为扶咒传播者 而使庄严的增加形象贬低 增加有职责维持佛陀的精神 修持和教义 使佛教徒获得大众尊重 和保持佛教荣誉 增加任重而导远 不可不好好的表现 当他们对佛陀的认识 和佛陀崇高真理的了解 慢慢减弱时 他们开始自以为是 想当然意地解释佛法 即使如此 要发现导师的基本教义 还是为是不满 假使我们不能在日常生活中 运用佛法 那专修佛法还有何目的呢 我们必须提升我们的宗教原则 佛陀的伦音 是非暴力而和平 是大慈大悲 是容忍和理解 真理而智慧 尊重所有的生命 排除自私 亲恨和暴行 佛法传播了2500多年 永远与真理站在一起 这是永恒的伦音 不幸地 有很多所谓的佛陀跟随者 实在不配做伟大导师的下一代 他是一位超时代的卓越导师 他教导我们 应该如何做 使我们恢复平衡 和谐 慈爱和友善 我们人类已经分裂成不同的中派 不同的社团和不同的国家 我们你争我奪 互相破坏 我们住在一个因斗争 而亲恨 而分裂的世界 佛陀是如何对这些人说的呢 无以亲克服 愤怒 以无亲克服愤怒 以慈悲克服亲恨 我们能做到吗 我们能依照佛陀所说的做到吗 假设一个人不能做到 我们就不该自称为佛陀弟子 依照佛陀所说去做 才能称为佛陀真实的随从者 只靠祈祷和礼拜佛陀 不能算是真正的佛陀的跟随者 我们必须开发慰心 菩提心 大慈悲心 看解的心 假设我们能够如此开发我们 我们就奉献我们一份力量 使我们大家所住的世间更好 依照佛陀的教义做 要维持真正的和平和幸福 并不困难 可惜有些佛教国家 仍然不能和睦地一起工作 我们责无旁贷 我们要清静自身 审察观照我们自己的本质 下定决心修持 以提升佛陀崇高教义 无论在形式上 精神上 都要表里如一 我们应该成为真正的佛教徒 这个世界才会更圆满 这是一件奇怪而真实的事情 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宗教 有人说 我想 我是佛教徒 这说明了他们对佛教徒生活方式 的疏法的程度 甚至其他宗教徒 常常问 为什么佛教徒父母 教导佛法给子女时 有重重困难 为什么佛教徒不介绍他们的宗教 的确 每一佛教徒 应以听到这些质疑而感到羞耻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很多国家 人们浪费金钱和宝贵的时间 挂着宗教名义 做些无意义的羞耻 何以佛教徒不去提倡一些有意义的服务呢 如创办学校 医院 孤儿院和老人院 有多少佛教徒 愿意贡献力量 服务大众 并使公共资源的使用更有效呢 很多佛教徒愿意花费上万的金钱 在迷信的羞耻上来光耀自己 但却舍不得布施几块钱来建设佛学院 图书馆 或印证佛书 使不懂佛法的人 同占法益 佛教是卓越宗教 他具有理性的教义 和深刻的哲学 心理学和道德内容 他足以吸引全世界现代知识分子的共鸣 可惜 今天很多佛教徒的行词 的态度却未能符合佛陀的崇高教义 有些以此宗教为职业的人 也不了解这个宗教 他们有肯保守的观念 他们不欢迎能吸引现代人心的宏教方法 也不愿意抛弃哪些过时 而不必要甚至令人讨厌的羞耻 他们狭矮的心理和环顾 阻碍了佛教的进步 真的 佛陀的教义已显示最高真理 用不着我们再去修正了 但是有很多修持 必须顺应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教育系统 我们必须了解 但是很多佛教徒今天所有的习俗或传统是过去人们一时一地的提倡 并不是佛陀规定的在不同的国家里 他们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 传统 习惯 文化 和态度来规定 也依照环境恩怨的变化与需要而改变 马来西亚的佛教综合了很多传统的信仰和修持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人曾加罗即石兰人 泰国人和印度人都各自依照他们自己的传统和习惯来信仰佛教 以他们治国的情调和丰俗修持佛教时 他们必须理解到他们的修持是不是吻合了佛陀基本的教义 值得恩惠的是尽管有分歧的修持 却没有任何严重的矛盾存在于不同的社团和宗派中 在另一方面很多场合中证实了容忍和了解 有不少不同的社团在一起从事宗教服务和庆典 数年前 少数愿献身佛教的曾家们 他们来自海外 愿奉献他们的时间和努力做云化工作 他们了解到适当组织以加强宏化的重要性 这色觉醒导致佛教传教会在1962年成立 这一写团 印行了数十万册的小书和小册子 向大众做佛陀教义的启蒙 该写流行的佛书之一 就是这本名为《佛教徒信仰的是什么》的书 透过这本书的媒介 成千的佛教徒已经了解和欣赏真正佛教教义 和佛教徒们对各方面生活的正确态度 有了这种觉醒 大家对本书印行的需求就更大 佛教传教会几乎每天都收到对本书的需求 为配合这种需求 我们很高兴能修正再版和三版 并以此作为我们努力服务大众的一部分的成绩 希望能增进人们对佛教基本教义 和修持的理解和重视 我们确信这方面的努力 将会获得所有正见佛教徒的热烈支持 我们的目的不是尋求贵依者 而是解释佛教的自由单纯和效用 我们不希望佛教徒一再被误解 不当地批判 更重要的是 不希望佛教徒被错误地行辞 本书意图是禅明每一种佛陀教义的怀疑 误解和错误解 也企图对佛教哲理深站的一面有教好的处理 同时本书也批评分析了其他宗教的信仰和修持 我们无意小看其他宗教 也无意伤害信教者的感觉 作为一个佛教徒 我们尊重其他的宗教 同时我们也期望他人尊重我们的宗教 我们准备和这一国家的人们亲近和谐地工作 以改善这一国家的和平和谐稳定和宗教生活 我们准备和谐地工作 我们准备和平和谐稳定和谐稳定 其他宗教的那些体制 所以我们准备和谐地工作 我们准备和谐地工作 那么准备和谐地工作 我们准备和谐地工作